青云祖师 你 你真的 真的闲事了 青云子有点烦 指着批文说道 这还有假 其中一个鬼差 立刻火矛三掌 怒骂道 这是哪个王八高子给你批的 这也太胆大包天了 居然让你去轮回 还是人道 你别骂我 是我自己要去的 你们也别问了 批文在这了 赶紧让我过去得了 咱们来生再会吧 两个鬼差立刻拦住了他 让他稍等片刻 退到一边商量起来 人间法术界与阴司紧密相连 青云子是法术界的魁少 打死两人也不相信 他死后会甘愿轮回 并且进入人道 一旦在世为人 今生这几十年的修为 可就严消云散了 但这批文又不可能作假 两个鬼差也不知道 青云子打的什么主意 不过至少有一点 一旦让他轮回 这万一有什么后果 或者是上面怪罪下来 事情也无法挽回了 呃 那个 青云祖师啊 一个鬼差搓着手 平时对待一般鬼魂 那张颜立色的面目 变得笑容可惧 你也知道 你身份啊 不一般 我们让你过去试小 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 我们哪里担当得起啊 不然这样啊 您等一下 容我们去汇报一声 哪里这么费事了 青云子一怒之下 突然迈步 趁着两人不注意 就闯过了轮回道的大门 两鬼差一冷 急忙就追了上来 青云子猛然回身 双手结印 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中间的气息立刻拧结 形成了一个太极印 推了出去 打在两个鬼差身上 立刻就顿住了 青云子嬉嬉一笑说道 嘿嘿 这幸亏法力还没散 劳房二位 就在这待一会儿吧 说完 纵身就往轮回道上奔去 法师死亡之后 正常情况下 一身法力如果不转变成修为 会在几个时辰之内散去 不过像青云子这样的刀门宗师 都有密宗法术 假如想维持法力不散 也只是小菜一碟 青云子内心正得意着 突然一道玉符从天而降 照着自己的面门就贴了过来 玉符一出现 青云子立刻就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鬼力扑面而来 左手急忙截了个龙虎眼 推了出去 食指弹破气筋 粘住玉符往回一带 将玉符念在手中 抬头看去 一道人影徐徐落了下来 头戴伦筋 身穿道门水服 手拿一把羽毛扇轻轻地摇着 落地之后 冲青云子拱了拱手 笑道 静云祖师不得了啊 都成鬼了 还这么厉害 徐道兄 青云子当了几十年毛山掌门 时常走阴 阴思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没有他不认识的 面前这位就更不用说了 轮回思的第一事业 轮回圣地的座上宾 徐文长 他生前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一生给人当师爷 此后也愿意接受任何官职 继续给转轮王当师爷 修为虽然不是特别强 但为人精致 号称阴思第一指囊 几百年来 每次封都大帝召集阎安王 判官商量大事 他也会受邀在场 在阴思十分受人尊敬 有着超然的地位 徐文长望定了他 叹了口气说道 玄空观一战的经过 我们已经知道了 刚才还在惋惜人间 失去了无极天使 不曾想 你也死了 清云子周梅说道 消息传得这么快 不然 只是刚才五年天使一干人 等起来阴思小长 我刚送他去轮回 询问此事得知 归来路上 正好有见你 与我们小爱人对话 便什么都知道了 哦 阴思怎么看待这件事 徐文长说道 我已差人禀报大帝 不过 想来他老人家 也不会管这些 毕竟是你们人间之事 我们也不好插手 况且作为当事人的你 更无极都已归天 玄公关一门 也没人告你的状 自然也结不成什么因果 至于道风是否转世鬼通 我等都没有资格平盘 全在大地 清云子暗暗点头 事情的走向 跟自己分析的一样 自己如果不死 事情还复杂一点 现在 就是没什么关系了 而且他早就想好了 假如阴思怪罪下来 几十万年的阴德 随他们去扣 反正自己只求投胎人道 也不想当阴神什么的 徐文长说道 我方才听你说的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坚持 要投胎为人呢 清云子说道 这哪有为什么 我只是当了一辈子法师 腻了 想要超脱出去 这很难理解吗 人格有志 不难理解 不过 你这一身的法力 就此葬送 难道 不觉得可惜 清云子笑了笑 嘿嘿 我要是觉得可惜啊 就不会跟无极天使拼命了 你可是真看得开呀 嘿嘿嘿 徐文长无奈地哭笑 多了两步 说道 眼下 阴寺与太阴山开战 你也知道 正是用人之计 你这一身法力 在阴寺绝对能够得到重用 所以啊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留下 清云子叹了口气 实话跟你说 我就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在人间捉鬼捉了一辈子 死后还得继续这样 我真的有点烦了 再说 我是懒人 实在不想当官 也不会当官 我的毛山呢 就被我打理得一塌糊涂 就是个例子 可是我更不想被人管 当一个普通鬼差 辛苦得不得了 那也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 是要去轮回了 徐文长沉吟了片刻说道 只要你愿意留下 这些都好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只问你啊 我有没有全力去轮回 有 那当然有 你既然符合轮回条件 有自己要求 按照音律 没人可以拦你 那你还拦着我干什么 徐文长笑道 生地不在阴私 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去坐一坐 喝杯茶 许许旧 青云子说道 你要是想劝说我 那还是免了 浪费时间 我的道兄啊 你如果真铁了心 要去轮回 谁也劝不了你 晚那么一会儿 又有什么关系呢 说着 上前挽起他的胳膊 拖着他就走了起来 青云子一想也是 反正自己心态坚定 也不怕他劝说 从来都听说 徐文长期的龙山茶 是一绝的 但也只能有亡魂能喝 之前自己走音 也不敢品尝 今天倒是个机会